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余生很长,很多老人都不愿意一个人度过 所以在失去自己老伴以后 不少老人都会去有找老伴的想法 想给自己找个老伴一起搭伙过日 这样生活也能更精彩一些 晚年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其实很多老年夫妻都过得不幸福 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 只是各取所需,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罢了 那么人到晚年还有必要再找个老伴吗? 接下来咱们来一起看一看车女士的故事 自述人,车女士 我今年62岁 一个月我能拿到7000块钱的退休金 生活上是不需要再担忧的了 可是我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幸福 主要就是因为我带孤单了 我的老伴是个命短的 我刚退休几年他就走了 也是那个时候我才明白 我是真的离不开老伴 一个人的生活太痛苦 太煎熬了 我儿子对我还是挺孝顺的 也说过要把我接过去养老 可是经过再三考虑 我还是拒绝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跟我公婆一起住 我觉得没有一点个人空间 而且还会经常产生矛盾 所以我担心我跟儿媳会合不来 到时候为难的可就是我儿子了 所以啊 我才不想去儿子家住呢 但是我也不愿意一个人生活 所以最后我就给自己找了个老伴 我找的那个老伴叫老陆 老陆是我朋友的表姐的堂弟 当时我就觉得我俩知根知底的 所以就想着好好处一下 我们处对象的时候 老陆的表现还挺好的 感觉特别的绅士 平时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他都会特别照顾我 细节做得特别到位 平日里也会对我嘘寒问暖 天气冷的时候会提醒我多穿衣服 我感冒的时候也会给我送感冒药 因为这些点点滴滴 我就慢慢喜欢上了老陆 当老陆提出要和我搭伙的时候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刚开始我们也过过一段舒心的日子 让人举案头眉 做什么都有商有良的 家里的家务活 老陆也会和我一起分担 当时我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自己很有眼光 居然找到这么一个好的男人 以后晚年一定会过得幸福 可是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的某一天 老陆从外面带回一个小男孩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那个小孩就是老陆的孙子 小明 老陆的儿媳妇已经去世了 一直都是他的儿子在带孩子 他孩子平时又要上班 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小明的时候 小明的衣服都是脏兮兮的 看着十分的可怜 所以我就起了恻隐之心 也就同意把老陆 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了 从那以后 我身上多了一个责任 那就是照顾小明 可能是疏于管教 小明特别的调皮 平日在家里就喜欢跑来跑去的 特别的吵闹 我们楼下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妻 那个女人已经怀孕了 平时邻居吵闹一点 她都会说别人 更别说我们这种情况了 自从小明过来住以后 那个女人经常跑上来投诉我们 而且还打物业电话投诉 我每次都只能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也说过小明很多次了 可是我不管怎么说 她都不听 毕竟我不是孩子的亲奶奶 我也不能做得太过分 所以呢 我就让老陆多管教一下小明 可是老陆却说 孩子就是这样的 肯定会调皮一点 以前吃了那么多的苦 我们应该好好照顾她 这种事情也不重要 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下次对方再投诉 你不搭理就行了 照顾小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每天过得心里焦脆 以前我儿子特别体谅我 从来没让我帮忙照顾过孩子 可是没想到 有一天我会帮着别的男人去照顾孩子 想想都觉得无语 但是既然我选择了老陆 那我就应该把我们的小家去经营好 所以就算心里有意见 我也从来没有把我的不满说出来 后来老陆还把他的儿子接了过来 说他儿子一个人住也挺可怜的 回到家连碗热饭都没有 我现在不仅要做家务 还得伺候他们一家三口 真的是特别的辛苦 而且老陆的儿子还是个难伺候的 对我也不太尊重 从来没有叫过一声阿姨 所以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 就和老陆散伙了 离开老陆以后我才想明白 其实他之所以想和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让我伺候他们一家子 当时我还傻傻地以为 他对我有真感情 好在我最后及时醒悟了 不然我以后的生活 肯定是苦不堪言的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也不觉得无聊了 因为我为了打发时间 给自己安排了很多事情要做 我每天又要去跳广场舞 又要去练瑜伽 平时还和我的老姐妹们 一起逛街约会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我感觉特别的充实和自在 再婚之所以过得不幸福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双方不愿意付出 都害怕自己会吃亏 所以这样的婚姻 又怎么可能过得幸福呢 其实一个人的晚年 也可以过得很幸福 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去找一个束缚 可是有些老人呢 就是看不明白这一点 非要给自己找一个老伴 结果呢 落得一个人才两空的下场 人到六十岁以后 找老伴需要注意三点 避免晚景凄凉 一 和自己条件相当 身体健康的 人到了六十岁以后 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毛病 但无大碍 这个阶段 如果身体硬朗 心态又足够好的话 再活个二三十年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前提是 有一位知心人在身旁 人嘛 无论到了什么年纪 对感情的渴求 是一如既往的 年幼的孩子 舍不得妈妈的拥抱 人老了 更希望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伴 二 生活富有烟火器 一个人不是不能活 而是活得毫无质量 绝大多数的人 是没有能力和自己相处的 他必须找一个人 来共同抵抗乏味和无趣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 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 两个人的快乐 总好过一个人的寂寞 二 可以搭伴养老 但不必结婚 人到了某个年纪 真不必太过于传统 你要的是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不是婚姻的那一张纸 老年婚姻 黄婚恋 其实和年轻人谈婚论嫁是一样的 一旦选择一起生活 就不可避免有利益上的牵扯 有的人大度不计较 自然不会有太多的烦恼 但是有的人一开始就冲着房子 车子 票子来的 他指望找一个长期饭票来养他 不仅如此 还要帮他养儿子 养孙子 托起他们全家的生计 这样的话 早晚会出问题 可是如果不结婚 只是搭伴养老 共同生活呢 生活健康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男方负责所有的开销 女方负责一日三餐 另外呢 每个月再给女方几千块的生活费 一旦一方有了重病 那么另一方就回归单身 重病的一方 由子女去照料 虽然说这样听起来会比较残忍吧 但着实很多人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模式 不然的话 老年婚姻过不了儿女那道坎 特别是有房子 有存款的 儿女生怕被别的什么人 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三 提前拟好协议 坦诚不公 两个人既然决定相伴余生 就应该拿出真诚和真心 人心换人心 这样的日子才能越过越舒坦 任何的算计和套路都要不得 是谎言总有被拆穿的一天 人老了 感情上更受不得半点委屈 承受不来的 当你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独自抹泪的模样 作为儿女 你会心疼到无法呼吸 人都会老 如何安顿好父母的晚年 让其牢有所养 牢有所依 牢有所乐 都是摆在所有子女面前的一道难题 忧心的人会成为父母的避风港 忧心的人会给予父母一个优质的晚年 你养我一小 我养你一老 是时候该替他们做主 冲锋陷阵了 一如年少时 躲在他们碧弯里 享受岁月静好时一样 生命嘛 它是一场轮回 对父母好 就是对自己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